你就打开嘛 浏览器 那当你到Google里面 这边就有云端一叠 OK 云端一叠点击嘛 应该大家都有Google账号 新增里面的那个 更多里面的表单 填一填大概就OK了 所以其实可以试做看看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 那至于那个步行主题 或者相关的东西 我想应该不难找了 这边有填制定主题 这边也有 那最后记得就是预览 反正这个是制定主题 完就预览 预览会帮你弹出一个网址 那个网址你再利用gg.gg 直接怎么样 直接贴上产生一个短网址 还有一个QR Code 这样的话 就可以做到我刚刚做的 那做完之后 它还有什么好处呢 你们刚刚做的问卷 其实呢 如果你登录账号右手 你的那个右上角会一支笔 表示说我要看结果 或者是要编辑 大概一支笔 大概都是编辑 然后你可以点击进来之后 比如说我要看大家的回复 有没有 这个是可以再编辑 这边是回复是你们作答的结果 那作答的结果呢 我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有二三个同学填写了 然后呢 大家的填写结果如何 马上可以知道 有没有 第一个 我们这个班 最多的同学是选这个 百分六十 刚好六成 OK 所以 进度可能 不会讲得非常快 但是 因为东西还蛮多的 所以有的时候 也不可能讲太慢 所以如果你选这个选项的话 你要有点心理准备 就是 可能会 应该会有一点点压力 但是也不会太有压力 但你可能要 要有心理准备就回去 你要花一点时间复习 你千万不要 这个礼拜的东西都没有学会 你下个礼拜会累积 累积你又更学不会 当然如果你选 进阶的话 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呢 也还是要花时间 像VBA部分 程式部分 如果你不熟的话 就多花一点时间把它练习 因为很多同学学了之后 他不知道 他问我说 老师我怎么 没有办法很顺利的 是去使用这个技能 或者这个专业 那我想通常都是因为他不熟练 因为很多时候 你的一个程式 或者一个问题 用哪个函数解决 通常都想半天的话 那当然你就没办法 很顺利的去应用 所以除了要会之外 还要很熟 很多人会 真的会 学都有学 但是用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不熟 对 那怎么样能够熟 就是经常用 对不对 可能要用超过几次 每个人资质不一样 像有时候有东西可能用过上百次 上千次都有可能的 所以闭着眼睛都会了 对不对 如果你有用那么多次数的话 应该很快就可以进入状况 所以我建议是要熟练 第二个的话 希望上科以打工为主 那这边看到最多同学 有需求就表单 这表单 当然我们第二个单元会讲 ok也会讲到 所以最多人会用这个表单部分 那怎么去设计 其实VBA里面有个很大的特质 就可以做一些表单 那表单背后就可以把e-sale 当资料库来用 比如你填的资料 自动存在e-sale里面 那把e-sale当资料库 ok 把e-sale当资料库 我其实也蛮ok的 因为很方便 A栏 C栏 B栏 D栏 你要几栏就几栏 那你形态也不用特别定义 当然严格讲起来 一般比较不会把它当资料库 不过你说以色当资料库不行 也没有不行 可以 怎么不行 放资料 对 那只是说最大的问题 一个工作表最大的上限 你要知道比数最多的话 只能够104万笔记录 所以你如果有超过104万笔的可能性的话 那你可能就是要改用其他的资料库 可能像e-sale 或者像什么msc coomysc 等等的资料库来用 我100多万笔 我想应该也基本上够了 如果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换一个工作表 第二个工 第三个工 也是ok的 ok 那至少好处就是大家都通用 你把资料给别人也不用那么麻烦 其他的话还有制定函数 这个我们会讲到 ok 所以不用担心 其他的话 后面是比较困难的 那不过后面的话 多工作表自动化 跟各位讲 这个非常困难 所以也许 这个可能要在进阶课程才会特别提到 ok 不然的话 我们突然讲很复杂很困难的东西 对大家也是一种负担 因为你简单的 所以我们还是循序建议按部就班 那其他的话 还有像高级 这个我们用的蛮多的 另外还有基本函数 大概是这些 那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大部分都是工作上多这些需要 可能老板会觉得你可能效率太差了 其实说真的这个年代 如果你在职场上不会一点好的工具 或者甚至不太会写一点程式的话 真的你会有危机意识 我觉得真的现在慢慢变成这已经是基本你要会的技能了 ok 主要就是你的工作效率 你的工作效率提高的话 你还是非得要会用对工具 跟会写一点简单的程式 所以这个可能要点心理准备 ok 再来的话因为有这种大数据分析的相关 所以来学这些 那单纯只是想要学大概五个 ok 好 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进来看的话 大概都以工作需求为主 那为什么呢 来这边上课 因为推荐 大部分都推荐 所以其实像之前有个同学也是一样 他来上课 我会问他为什么来 他说他身边的同学都会VBA 就他不会 所以他感觉到有那种危机意识 那问身边的同学 同事你到哪边上课 他就推荐他来这边上 ok 其他的话 第一次上课 我会直接 如果你有留mail的话 我会直接寄给你 第一个 ok 那第二个的话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当然我们就进入到课程 刚刚我们填了一些资料 那我的名字 吴清卫 但如果你Google这个名字 应该第一个也应该是我的吧 ok 或者你Google什么呢 Google那个吴老师 应该第一个也是我的 因为我的交绝部落格 上面有上千篇的部落格文章 我想就是蛮多人看过的 那我的部落格文章 其实呢 写了蛮久的 十几年以来 就是一直有上课的话 就会写一些分享文章 那上面的话 当然写一些大家比较喜欢看的东西 而且很浅显易懂 那再来就是说 第二个连结 就是我的我的YouTube频道 因为我YouTube频道 上面也放了 我十几年来的影片 就是一直有上课 我就把它传上去 传上去 所以我上面大概有放了超过一万个以上的影片 所以YouTube上面 YouTube从2006年开始我就开始用了 另外的话 我的订阅人数大概也有2.5万 ok 当然跟网红不能比 不过基本上呢 我上面都是放教学 这种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 有这么多人看 我觉得倒是蛮意外的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这门课 基本上待会会讲一些课程的纲要 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简介一下 我会很快速的 因为我不是在推 不是在协销我自己 我自己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你们要学会比较重要 第二个的话呢 就参考书目 哪一些 当然除了我们上课的奖励之外 我是建议你手边也要有一些上课用书 不过书本里面 我觉得很多都理论 也就很多人买了一堆书回去看 还是不会做 那所以呢 我们的重点 上课重点是真的把你教会 什么呢 你会做 为主 为原则 就是说 可能我理论的部分 讲的不是那么多 那不过会讲理论 都是你会了之后 我再告诉你为什么 你就会比较能够理解 所以很多同学 学往这个课 之后再去看书 他发现他突然比较看得懂了 OK 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连错都不会做 给你再多书 你也会觉得蛮抽象的 而且很多书里面 写的真的太理论了 有些东西 可能跟实际上 要用的方法 真的还是有点差 所以我大概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再来的话 课程主要会有这几个方向 不外乎就是说 我把以色尔分成五大类函数 不是说只有这五大类 但是最重要这五大类 也就是你把这五大类学会 我想大概也就足够 你工作上的大部分需求 OK 那再来的话 再延伸到什么所谓的制定函数 这边可能就牵涉到VBA了 OK 也就是说至少你要学会这些重要的函数 那我们请各位刚刚下载的那个 范例档案有没有 里面基本上就按照这个顺序 所以将来我会第一单元第二单元 一直在推 那上完之后 如果还有时间 就是其他的那个 进阶的案例 不过理论上 以我们之前上课的经验 把这前面五大类函数上完时间 就差 因为才八周 所以时间真的非常的不太够 所以要非常有效率的讲 也就是待会请各位 第一个先打开这个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也许先打开第一个问题 那未来我们讲究的比较重点就是实作 所以呢 也就是会以问题为导向 也就是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那解决的方法比较重要 我把问题解决了 那你又会了 会了之后才比较容易懂得去变通 所以怎么样去实作 那问题的解决方法 也许就是找短看里面的函数 不是只有标准答案 有很多方法 可能你会的函数 还有很多是你应该会你却不会的函数 还有呢 可能里面根本没有这个函数 那怎么办 你要把它变出来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就会牵涉到有没有VBA的范畴了 OK 所以 那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先打开 反正这问题非常简单 第一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综合练习题 这一题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如果今天希望 这边后面有三个讯 三个栏位 那我希望呢 它变成一个完整的手机号码 也就是说 这个后面是 应该是补一个09 有没有 0911 然后一个minus符号 一个减的符号 然后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084 再一个减的符号 那如果一码就要补两个 因为总 因为你的电话码总数 一定是固定的 也就是区码跟莫码不足三码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补几个零 你两码就补一个零 一码就补两个零 也就是总数一定要为三 那也就是说 这边的话有什么方式 可以快速的达成这件事情 那TOM有个提示嘛 用m的符号 用rept 用len rept指的是repeat repeat几个零 len是算里面有几个字 也就是说 总数一定要三 也就是说你用三去减嘛 减掉里面用len len是算里面有几个字嘛 那如果两个字的话 那也就等于补一个零 如果这边一个的话 三减掉一 那就等于二 就补两个零 那重复几个零 repeat 重复几个零 那我们要把它补在前面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公式的提示 那当然就是你要会熟悉 那方法不是只有一个 这边只是提示 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有啦 所以后面会讲到 如果我们用VBA的话 这边有按钮 你把它写出来 假设啦 那你要按一下这个按钮之后的话 这边呢 全部就完成了 OK 那就是VBA的部分 那后面的话 我们会慢慢分推 如果待会有时间 你们就先开那个档案部分 所以我们会逐一的一个一个的分别完成 所以总共八周 我想应该就差不多了 也就进度呢 其实会非常紧凑 所以你回去的话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练习 OK 如果你这些都熟了 我想工作上应该会 效率提高是绝对的 当然了 你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些都熟练 只要遇到一个问题 马上答案就出来了 最好啦 可以用写VBA的方式 每个问题很快就可以解决 就最好了 所以我们的课程的目标 大概就是会讲到 其实前面几个就是 第一个就是什么 我希望你们能够学完这个之后 提高工作效率 那当然你自然就不用加班 OK 不加班是最好的 有没有 不过你会发现 常常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他明明事情就没有很多 为什么他可以一直 一直做这么久 但是感觉他一直都没有很强 进度又是落后 后来发现真的他很多东西都不会 比如说应该会的函数 他不会 更不要说VBA了 但是另外一个 他其实根本每天感觉都没事 可是他为什么效率这么好 因为他会VBA跟不会 真的差距真的非常大 所以你会发现 一个人就是工作很惬意 一个人就是忙忙忙 赶赶赶还要一直加班 然后他会觉得说你干嘛加班 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真的不会一些应该会的东西 尤其是以Sail里面应该会的东西 我觉得差距真的蛮大 而且我还蛮shock说 他有很多东西应该会 我们会觉得说那是应该是尝试的东西 可是他真的都不会 OK 而且不只是他 我刚讲那个人 可能在座的有很多同学 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问题 因为我之前也是 这个 大家很多居然都不会 我就有一点惊讶 如果你这样不会的话 你工作 你在工作上真的很难混 真的 每天就是要加班 OK 所以我会希望说你们可以翻转 可以变成工作很惬意 每天可以跟同事聊天 然后聊完天 时间很多 那再来的话就是 再来可能再更上一层楼 至少你还会培养一些更进阶的技能 也就是将来你这部分变成你工作 你的那个履历上面 一个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 甚至将来职场上升迁 可能你要会哪一些部分 因为现在很多工作都会要求说 你会不会哪一方面的技能 OK 那不只是VBA 可能甚至什么会R 会Python 会一些什么其他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什么 枢纽分析表 Power BI等等的 那如果你会 当然就是你的筹码 OK 甚至你如果说你想要跳槽的话 对不对 你还要想说 你到底有没有相关的那个 所以大概会有这部分 那另外的话 课程目标主要有几个方向 至少你要熟悉 最基本的Excel里面内建的至少250几个函数 那函数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应该都知道 函数的话从这边 在这边插入函数 那这个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总共全部 它从A到Z 总共就250几个 我印象中255个吧 如果你想确定你从头处到尾 告诉我答案 我也没 我印象中大概是250几个 是因为它不同版本 它的数量会不太一样 可是如果你要这样记不好记 所以我把它分类 那类别它大概有大概十种吧 不过我把最重要的像文字跟资料 把它独立出来 所以今天讲的是第一个 那最好就是说 你上面只要有的函数 无论说你有没有用过 你都要知道它是存在的 那也就是以后如果遇到某个问题 你就要想到可能可以用哪一个函数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第一阶段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恐怕真的 就是你即便有工具 你也是不会用 OK 所以大概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 大概就是 有很多工作 还是函数没有办法 250几个虽然很多 但是有很多事情还是没办法解决 那怎么办呢 你这个时候就需要 要会把函数变成VBA 那VBA的话 我把它分成两种 一种叫Sub 什么叫Sub 未来比如说你可以把它按按钮 旁边会加按钮 加很多个按钮 有没有在旁边 那那个就叫Sub 或者是你录制去集把它变按钮 也是去集本身 它也是VBA里面的Sub OK 然后 制定函数在VBA里面 它叫Function OK 所以VBA主要就是这两种 Sub跟Function Function的话 主要就是说 制定函数 什么叫制定函数 意思就是说 将来你在VBA里面 假设 在Excel里面 插入函数 如果在这个全部里面 你找不到的 其实未来 你可以在这里面 会出现一个叫 制定函数 也就是制定函数 就是你定义出来的 那那个函数就是 完全是根据你工作量身定做 的那个函数 OK 那也是VBA的第二种形式 那怎么做 我想我们还会 也是后面会跟各位讲 这个是蛮重要的一点 这两个 再来的话就是说 我刚才有提过 录制去集 那Excel里面有一个功能 就是如果你不会写某些程式 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把它用 录制聚集的方式 把它录下来之后 那Excel会帮你写出 你做的那些动作的程式 也就是Excel会帮你写程式 Excel里面觉得蛮蛮好的 不会写没关系 Excel会帮你写 那不过 你想说 那这样子我以为 干嘛学VBA 那是不是都不用 不过好像有一个缺点 就是他录下来的东西 不完完全全 就是符合你的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 你要看懂他帮你录什么 你可以再去修改 所以很多时候 可能你某部分 不会写 你用录的 某部分你会写 你可以改 OK 所以如果玩 再不然你就是 至少你要会 看懂他帮你录什么 然后你至少要会 简单的修改 然后后面我们有蛮多例子 都会这样做 所以请各位要有点心 就是录制聚集 那如果你不会录制聚集 我会教你怎么录制 那反正至少你要熟练 工作只要遇到 有些重复性的动作 你就把它录成聚集 反正反复练习 然后再边修VBA程式 要看懂VBA程式 怎么写 那再来就是 学会VBA的重要技巧 包含就是 什么叫变数 暂时不知道 反正 再来就是回圈 那回圈简单讲起来 就是重复做 反正就是你希望 VBA帮你重复做几次 你就写回圈的叙述 看看从哪个范围 不过你可能要 告诉他一个范围 那还有这逻辑 那中间如果有什么逻辑 判断你告诉他 比如一重两重多重 很多这相关的 这后面还会再提到 那还有就学会表单设计 然后把以色尔当资料铺 另外的话 下载网页也会讲一下 OK 不过可能会讲 没有非常复杂的东西 那其他的话 再来就是延伸到进阶课程 当然我们上面到第七项 都是属于入门的 那如果进阶 那后面我们还有一个 进阶课程 如果你要再延伸到资料库 资料库指的不是e-sale 还有外部的 还有多工作表 多工作部网路爬虫的话 我们另外还有这个进阶课程 那甚至呢 我们还可以延伸 把VPA跟那个 枢纽分析表做结合 做出视觉化报表 OK 现在工作上还蛮需要 你要很快的 把报表做出来 不过呢 你要把报表快速 做出来的话 你一定要先把资料 先准备好 你不能给他一个 乱七八糟的资料 我发现很多人 对于资料的正规化 比较没有概念 因为你假设你给他的资料不对 树柳分析表呢 他也没有办法帮你消化 就像说你要那个 做资源回收之前 你要先分类吧 那你没有分类 你就直接丢给那个 这环保 这个环保人员 他会觉得 这很麻烦 那还要再帮你预先分类 所以如果你已经分类好 他再来做 就很简单了 OK 所以大概会有这种概念 那未来当然还有所谓的 Python 这个再更进阶的 那当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在我的 这个 YouTube频道上面 其实都有比较后面进阶的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反正先有个心理准备 至少我觉得 如果你要将来会有 那个延伸性的 这个把它当成是一个 专业来学习的话 那当然我教过的课程非常多 我刚刚提过了 其实像 CLVBA 像手机的APP开发 像到那个刚刚讲 那个Python的那个部分 那现在也有所谓的 深度学习 AI人工智慧 什么神经网络 还有像机器学习 这些东西 其实后面要学的东西 还蛮多的 那也就是未来 很多东西 你把它写完之后 它就自动帮你跑 所以未来真的 一键完成 所有报表 真的不是梦想 是近在咫尺的事情 很多人每天都是这样做 程式写完之后 报表就自动产生了 OK 如果说你这样在做事的话 非常轻松 每天 当然你也不能马上给老板 你就先 等到下班前 你再把那个按一下 老板要的东西给他就好了 那你就可以下班了 要正确的时间点 你不能太早给他 太早给他 你下班还 还在丢一些东西给你做 不过即便如此也还好 反正说真的 你会 会用一些方法 说真的工作真的非常惬意 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要你 什么资料 马上报表 马上就秀给他了 OK 这些都是活的 那再来的话 我的相关的简历 那我刚刚有提过 Google关键字 第一个牌 吴老师就是我 而且还不止一个 第一个配局 大概有三四个是我的吧 OK 那我没有买广告 OK 所以你看到广告 那不是我 因为有其他老师也模仿我 而且他买关键 才故意买吴老师 另外的话 为什么我会排前面 因为其实 我很早以前 我喜欢写一些文章 然后 所以我写了蛮多的 然后内容的话 应该也不难看 而且对蛮多人 是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会愿意 不断地再去观看我的东西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也算是个YouTuber OK 不是刻意 那时候其实大概2006年 是习惯上会 po一些影片上去 慢慢习惯了之后 那之后呢 他有一些广告 然后之后的话 又问我说要不要 就是有广告获益 要不要收 我就想说 有广告获益 我就想说说看 真的 还真的也可以 每个月还可以收一点 费用回来 然后也试着去领领看 真的也领回来 还可以真的可以用 所以我觉得不如小谷了 但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不是为了 那个收益而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千万不要有太多联想 我只是觉得这个其实还不错 所以我在 有些其他地方上课 为鼓励同学 如果你自己没有YouTube的频道 请你赶快创一个吧 因为可能以后 这也会是你履历上面的亮点 有没有 像现在韩国瑜 有没有 OK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职称叫小编 对不对 以前有这种工作 小编是什么 小编 而且为什么要加一个小呢 对不对 难道他们都很小吗 应该都是年纪比较轻吧 才会用这些方法 OK 那其他的话 大家有创业经验 五年创业经验 而且还拿了奖项 OK 然后其他 大概就几个单位 上课 最近就拿一些奖项 什么等等 然后在业界专家 在目前在中央 中央的那个职工系 也帮忙授一些 那个Python的课程 OK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在YouTube频道上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 类似的教学 那我的奖项 就是志强工业基金 会颁给我卓越工业教师 这还蛮沉重的 我说这个奖杯 很重 然后最近又颁一个奖项给我 就是最佳人气 讲师 OK 最佳人气 为什么最佳人气 其实我不是刻意讨好大家的 OK 我只是觉得说 上课应该就是要这样上 所以帮个路下来 所以大家很多人会来上课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还有一个趋势先锋奖 那为什么趋势先锋 不过其实坦白讲 我是非常喜欢学习的人 所以只要有新的东西 我都会在第一时间 会愿意花时间去阅读 OK 所以我还蛮常跑书店的 OK 所以如果你们假如很喜欢去成品的话 可能会遇到我 OK 那我的证照的话 目前大概有30张左右 OK 其实数量不是那么多 不过上次有个记者采访的时候 我刚才想说我有30张证照 三张吗 30张 OK 而且是真的30张 OK 而且我最近又拿了两张 跟Python有关的 OK 我比学生还认真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有开证照课 我那一般有24个学生去考 24个人全部通过 为什么 因为我已经考过了 我就把我亲身的经历 完完全全高 而且还去系迷移 你进去会遇到了什么任何状况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而且我预估可能你们会出现哪些题目 大概都把他们猜一猜 真的猜得还蛮准的 所以他们考试也都非常顺利就通过了 OK 我考试但也就这样 然后这是证照 这不是 那YouTube观看次数 这个是大概几年前的 还是1.2万 我最近已经到2.5万 所以现在YouTuber其实也是一个蛮热门的工作之缺 现在很多年轻人立志毕业就是要当YouTuber 网红 对不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冲突 你记录生活 记录所有一切 像我上课把它录下放在YouTube上面 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你听听 你不喜欢你就不要听 这也无所谓 OK 那我为什么要做 我就喜欢 这是我的兴趣 那有什么冲突 所以有些人喜欢秀 他就秀 对不对 那你们也可以 只是内容 还有就愿意花一点时间 因为真的要把内容变得更优质 真的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反而要花很多时间 你要怎么样把一个内容变得非常好 OK 这个我觉得蛮重要的 那再来的话 刚刚是我介绍 再来就是我们的参考用书 那参考用书 我建议有几个方向 一个是函数 一个是VBA 那函数部分的话 建议就是你还是实做 像这本书468招 意思就是说 它里面有468道题目 会有用到里面 可能所有的函数的方法 那也就是你如果把这468道题目 全部做完 我想你应该已经对Excel函数 应该已经辽落指掌 而且它每一题目都会有解说 针对用哪一些函数 那怎么去使用它 会有些解说 但是这本书没有提到VBA OK 没有提到VBA 那不过我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说你要解决简单的问题 用Excel里面的函数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有你的问题非常的复杂 可能会牵涉到很多动作的话 用函数也是解得出来 但是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而且反而变得不容易去解决 那这个时候你用VBA 刚刚好就更恰当 所以简单的事情用函数 复杂的事情我建议你用VBA OK 所以很多同学说 那个到底两者之间要怎么去取舍 特别是你简单的事情 你两三下你用函数解决就好了 但是你太复杂的事情 你用VBA来写 可能会刚刚好 OK 所以有点像什么呢 比如说你两三个东西 你走路拿过去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一堆东西 比如这个教室所有东西 你都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话 可能你就要雇一个什么 雇一个大车 对不对 你可能要在一个卡车才有办法 不是几个人用搬的 所以那个每个工具 它的用法都不太一样 另外的话 参考书目 那这两本是跟VBA入门有点关系 但是它的缺点是比较理论 可能你看完之后 你还是不会写VBA 真的很多人看完之后 还是不会写 那我的这个课程的特色 就是教会你怎么写 那这些理论 你如果还有的话 那会更好 因为两者是相互相 怎么讲 就是互为表理吧 反正你会用 你也会知道 那当然会更好 OK 一个理论部分 那这两本书 大概知道一下 特别说 这个我在讲义里面 其实有 云端上面那个讲义里面 我有放这个 所以你们不用特别背 不用特别记 那再来的话 今天我们就要进入 我们的主题 所以待会 一一请各位 一定要下载 那个我们的上课用的范例 第二个的话 就是开启 那个我刚刚提的 文字与资料函数 这个类别 所以呢 一一请各位下载 那个云端上面的这一个范例档 我刚刚讲的 你把这个按右键下载 或者点开来下载也可以 那解压缩之后的话呢 你就是在把里面的这个第一个单元 文字与资料函数的这个先打开来 然后先试着把第一个问题呢 先解解看 手期有没有办法把这三个 把它串成一个完整的手期 给的那个号码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如果说呢 你们这个IPT加LEN有问题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先做做看前面的工作表 有几个范例体是跟文字与资料函数有关的 你就是先找到那个IPT函数 那待会我们也会按部就班的再跟各位说说明 哦